大家好,我是红明星 那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将继续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Jungle OIM机制里面 如何去进行一个多表查询 那所谓多表查询的话 其实就是从多张表 也就是多个module里面 同时去检索信息 那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例子 来帮助大家去理解多表查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例子 那第一个例子的话 是查询作者的所有完整信息 那我们的作者的信息 是在两个module里面 一个是作者的module 一个是detail详情的module 我们要去从这个module当中 去获取到它的完整信息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那我首先先进入到 我们江国的西洋环境下面 然后去导入 我们要用到的module 导入进来之后 导入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 做一个查询 我们通过detail 去做一个查询 好 那比如说我通过这个value 好 我去查询sex的话呢 它就能够查询到性别的信息 对不对 如果是我再加一个email 好 那我就能够获取到email的信息 对不对 好 email的信息 好 包括这个地方 还有 还有 还有这个地址 以及呢 生日 好 都把它粘贴过来 对吧 我就能够获取到它的性别 所有的这个作者的性别 邮箱 地址 以及生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OK 但是呢 这里面缺少了名字 对吧 好 缺少了名字 我们的这个名字是在哪里 是在这里 对不对 有的同学 我们把这个字段再给它写上 会怎么样 好 那所以我这个地方 再把它的外件也给它写上 好 把这个外件也给它写上 那我这个外件写上之后 我这个外件写上之后呢 这个地方查询到了 所关联的作者的ID 对吧 比如说这个是 关联的ID为1的那个作者 对不对 这个是关联的ID为2的那个作者 好 但这个地方呢 我们希望是显示成这个name 啊 就是这个名字 这名字 那怎么去显示成名字呢 我们在外件的这个对象上面 好 注意 后面呢 写两个下滑线 注意是两个下滑线 然后再写上 所关联对象的字段的名字 那比如说我要显示name 那就是两个下滑线 然后后面再跟上name的这个字段的名字 好 然后我们再回车 那你就会看到 那这个地方我们查询出来了 作者的名字 它就不会再是ID号了 对不对 不会再是ID号了 好 这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查询 好 21天成为尿妹高手这本书的作者的姓名 好 还有它的出版社的名字 那要去查询 这个作者的姓名 作者的姓名 我们呢 应该是要从这个book 也就是书籍的这个module 去做一个查询 好 做一个条件查询 对吧 菲尔特 菲尔特 那菲尔特什么呢 作者的 书籍的名字叫这个 对不对 好 先把它复制下来 也就是title 等于这个 好 那这样我可以查询到 我可以查询到这本书的一个 好 这本书 这本书的一个对象 的一个criset 对不对 那它要 显示作者的姓名 显示作者的姓名 那怎么就显示呢 那就是v6 好 注意我们在这个地方 书籍和作者之间 它其实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对吧 它其实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多对多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直接去写上这个 关联的多对多的关系 你其实能够看到 对不对 也是把相应的ID号都查询出来了 作者的ID号 同样的道理 我们如果是想让它显示name 那就是两个下回线 对吧 再加上字段的名字 那就能够把它的这个作者的姓名 全部以姓名的方式 显示出来 好 同样我们下 那后面还有一个 是要查询出版社的名字 出版社的名字 出版社的话 那这地方就不是多对多的关系 对不对 但是那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两个下回线的方式 去做一个关联查询 我们的出版社的名字呢 是publish 对不对 这个关联的这个外见之段 是叫这个名字 好 然后呢 这个 关联的出版社的名字 是叫做这个 对吧 这个要显示这个字段名 所以我在两个下回线后面 那是写的这个name 所以查到是这个安徽的科技技术出版社 同样你如果是不想显示name的字段 你如果是想想获取的是 比如说他的website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去写上website的这个字段的名字 对吧 你就能够查询到 所相关的一些信息 好相关的信息 好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的话呢 是查询湖大海的这个作者写了一些什么样的书 湖大海 所以我们还是啊 因为他还是要在这个地方查询书籍的信息 只不过查询的条件变了 对不对 不是按书名去进行查找 而是按照作者的姓名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按照作者的姓名去进行查找的话 是不是 可以用 对吧 这个方式啊 这个方式啊 两个下发现的方式去把他所关联的这个作者姓名给他调用出来 好 调用出来 然后去生成 相应的 留意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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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成的这个sq语句啊sq语句 好 这个地方是生成的一个内连接的查询对吧 看到没有啊 内连接的查询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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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时候有生成的是外连接的看到没有 好 这个多对多的关系啊 在显示字段的时候显示作者姓名的时候他生成的是一个外连接 好 好 然后在 Foreign Key哈 就是一对多的关系的时候呢 又是生成的一个内连接 好 所以 好 这个多对多的关系的时候啊 处理的方式还不一样啊 你们可以在去执行这些语句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他生成的sq语句话来帮助大家理解 好 这是第二一个啊 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对不对 第三一个查询胡大海写了一些什么书 那第四一个呢查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什么样的书 那这个啊 这个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查询条件右边了 对不对 他不是按作者姓名 而是按照 出版社的名字 出版社的名字 好 把这个出版社的名字呢 复制过来 好 这个地方的话就不应该是啊 应该还是title 对吧 我们直接看他出的书的名字 广东人民出版社呢 总共出了一本书 对吧 好 加完开发实战 好 这是第四题 那 第五题 查询广东人民出版社都有哪些作者出过书 好 都有哪些作者出过书 好 所以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不是查书的名字 而是 而是要去查询作者的名字 对吧 这本 这个出版社出的那些书 他的作者是谁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显示的一个结果呢 就应该是作者的名字 所以我们要去 找到这个作者的这个多对多的关系的那个字段 后面两个下话线去把作者的名字 好 作者的名字给掉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哎 这个地方呢 是返回的信息呢 是胡大海 对不对 OK 好 这是这几个 多表查询的一个例子 多表关联查询的一个例子 那在我们刚才的这些例子当中 好 我们都反复的用到了两个下话线的这种方式 好 这个 这个多表查询的技巧 大家一定要掌握 好 两个下话线呢 它可以生成连接查询 那这个连接查询 注意 有可能是内连接的查询 也有可能是外连接的查询 对不对 好 你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 什么时候它生成的是内连接 什么时候生成的是外连接 好 它是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 好 这个两个下话线表示关联查询 对吧 连接查询 然后呢 查询这两个下话线后面的呢 就是关联的字段的信息 对吧 字段的名字 OK 那除了这两个下话线之外 多表查询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下话线set 那下话线set的话呢 它是提供了某一个对象 去访问相关数据表的一个方法 就通过一个对象去访问它所关联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下话线set的这种方式 你要注意这种方法 它只适合组件类去访问外件类 组件类去访问外件类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假设在这个地方 去查询 就是去做这个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例子 我们换成用下话线set的方式去做 如果是我这样去写 大家看一下会有什么问题 objects.felt 出版社的名字 然后publicia 等于广东人民出版社 好 然后呢 book.sset.o 好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 好 这种方式 好 你就会看我这个地方的结果 它是错误的 它是错误的 为什么是错误的 好 因为这种方式 它不是组件类去访问外件类 而是外件类去访问组件类 这种方法是不行的 为什么这样去说 那因为我们的public public它其实是 这个作者 这个isos set 应该是这个isos set 对吧 还是不行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其实相当于这个地方是一个外件 相当于是一个外件 对不对 它不是一个组件的对象 同样这个也是 同样这个也是 所以你用 你在这个外件所在的这个module当中 对吧 外件类去访问它的组件类 那是行不通的 但是呢 反过来 反过来的话 就可以 可以 比如说我这地方 先去获取到public这个对象 就是出版 出版社的这个对象 我们先去获取到 注意这个呢 就应该是一个组件类 但这个组件类的话呢 具体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分析 实际的情况去分析 name 等于 好 我先去获取到这个public 对吧 获取到这个public 好 这个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这个public 这个public 它相对于这个book 这个module public 它是一个组件类 组件类 而这个book 相对于这个public 是一个外件类 好 因为呢 这个book里面有一个外件 public 去关联到public的对象 对吧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关系 你们细细的去体会 好 所以 我就可以通过public 因为它是组件类 去访问 外件类的 set 外件类的set 比如说我这个bookset.o 我这样去访问就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因为public的这个对象 它是一个组件类的对象 而在这个组件类的这个对象里面 它其实是没有book的制端的 对吧 也没有book的 也没有book下号线set的制端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et的方式 去访问到它的外件类的信息 那我这样执行之后 那是不是看到 是不是有看到我们这个地方查询出来了 这个出版社所关联的书类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都有获取到 对不对 我都有获取到 那我可以把它的名字给显示出来 书的名字给显示出来 书的名字呢 是title 对吧 是不是加乎开发实战和我们之前的那种方式查询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 好 所以 用这种set的方式去完成 这个查询也可以 也可以 方式很多 方式很多 同样出版社出版这个广东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什么书类 对吧 我们都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够去查询出来 对不对 查询出来 好 这是这个set的用法 大家呢 下来可以好好的去体会一下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呢 到时候再给我留言 或者是呢 在我们的直播客里面啊 和我去做一些沟通和交流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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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